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原生來源神經修復中心 神經外科陳建華醫師 接下來要跟大家說明的是 慢性疼痛 如何治療 以及如何進行神經的修復 首先慢性疼痛找出原因之後 舉例也很像是肩膀的疼痛 它如果說是頸椎神經孔狹窄 舉例來說第五第六之間 神經孔狹窄會造成肩膀的疼痛 因為第五跟第六的神經根 剛好就是管肩膀的地方 所以這時候為了改善肩膀的疼痛 反而是要去治療 頸椎的神經根 神經孔狹窄以後 它會形成神經的沾黏 還有神經周圍的發炎 這時候怎麼做呢 對於這種頸椎第五第六 神經孔狹窄造成神經的刺激 引起了疼痛 我們要治療的地方 反而是要去治療頸椎的神經 才得以改善肩膀的疼痛 舉例而言這個是頸椎 第一頸椎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第六 第五第六的神經孔就在這個地方 所以第五跟第六之間的神經孔狹窄的時候 它會去刺激到這個神經 那我們怎麼治療呢 我們就是在高層次超音波 很精確的定位之下 把神經跟血管都看得一千二處 看得一千二處之後呢 把神經很精確的 用一個安全的針 把針放到神經的旁邊 給予促進神經修復的營養 像是維生素B12 同時透過一些藥劑 把神經周圍的沾黏 把它鬆解開來 治療之後呢 針拔掉 患者立馬就可以自由走路了 這是一個很精確定位 很安全的治療 那 所以說對於許多脊椎的問題 引起的慢性疼痛 或者是神經病變 其實 只要壓迫不厲害 我們透過 把神經周圍的沾黏鬆解開來 同時把促進神經修復的營養 像是維生素B12 直接送到神經的周圍 都可以去改善 包括頸椎神經 引起的肩膀疼痛 手麻 或者是腰椎椎肩盤突出 引起的下背痛 臀部痛 以及下肢的麻 只要它的壓迫不是太厲害 都可以透過這種方式來加以改善 那 的確 同時有一些情形是 椎肩盤的突出壓迫太厲害 那這時候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用精確的內視鏡定位 用內視鏡的方式 清清楚楚的看到神經 跟突出去的椎肩盤 在精確的定位之下 把突出去的椎肩盤 用微創內視鏡的方式 把它安全的夾取出來 我在這邊做一個示範 舉例來說 這邊有一個椎肩盤突出 它去壓迫到了這個神經 這邊有一個椎肩盤突出 紅色的這個椎肩盤突出 去壓到了黃色的這個神經 那我們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用不到一公分的傷口 很精確的把這個內視鏡的管子 很精確的放到 突出椎肩盤的地方 內視鏡它最前面的地方 它是有一個鏡頭的 所以我們實際在手術的時候 這個神經跟椎肩盤 是放到幾十倍大 看得一千二處 所以我們把它放到這個地方之後 看得一千二處之後 透過不到一公分的傷口的路徑 把這個管鏡放進去 然後用這種特製的內視鏡器械 去把這個掉出去的椎肩盤 加出來就可以了 治療之後呢 這個管鏡沿著不到一公分的傷口 拿掉 患者當天進行微創內視鏡手術 當天就可以起來自由行走 這是一個很精確定位 而安全的方式 那其實除了剛才所提到的 把沾連鬆解 以及用內視鏡的方法 用微創的方式 把椎肩盤移除以外 其實還有許多的慢性疼痛 跟神經病變 其實是跟全身性有關的退化有關的 像是糖尿病的神經病變 或者是怕精神、試症、腦部的神經退化 引起的四肢的協調的困難 或者是像是自體免疫疾病 因為體質、身體處於容易發炎的狀態 而造成的神經的麻痛 或者是慢性的疼痛 對於這種系統性、全身性的問題 其實最佳的解決方案 就是用營養的方式 用靜脈的營養 我們透過靜脈直接給予 對神經修復有幫助的高濃度營養 它可以達到比口福更加的吸收率 跟更加更好的濃度 讓它可以透過神經的吸收 真正達到神經功能改善的一個目的 那靜脈營養因為它是營養 而不是藥物 所以相對而言 比較不用擔心藥物的副作用 用營養方式 除了可以改善神經的功能以外 同時也可以讓身體處於更健康的狀態 像是維生素C 對於維生 對於免疫力的提升也很有幫助 所以綜合言之的話 我們怎麼來去改善這個神經功能 最重要的就是先找到原因 找到原因之後 如果是沾黏是發炎 我們就是用進去的定位 送一根針進去 去把沾黏鬆解開來 把發炎減少 如果說是追劍盤突出 或者是骨刺 對於神經壓迫比較厲害的 我們就用精確的內視鏡定位 在內視鏡底下清清楚楚 非常安全的把骨刺跟突出的追劍盤把它移除 那對於神經本身的退化 所引起的神經病變 我們用營養的方式來給予改善 因為神經就像電線一樣 那這個電線呢 它有外面的一個絕緣體 還有裡面的銅線 那許多的神經病變 事實上是外面的絕緣體退化 所謂的水翹 這時候我們就會給水翹充足的營養 像是維生素B12 來促進水翹的鞏固 水翹鞏固以後 就像電線外面的絕緣體 比較穩固 它就不會漏電 不會漏電 自然就可以減少神經痛的情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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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